优质伪房的故事 请你们看这个伪房真得少住了 来自网友潘家娘子的分享 这个姐姐姓莫桂林人 从事保险行业 她的业绩还不错 每年的严学奖励 都有她的名额 这个严学奖励说白了 就是业绩好的人 公司出钱去外地颁个奖 外加捋个油 那么2020年7月份 莫姐公司这次把严学活动 安排到了桂林 就是莫姐的老家 酒店就在高铁站对面 由于多次参加这个研讨 姐姐的性格又比较豪爽 和很多外地的同事 就成了朋友 那作为当地人 公司本来是不安排酒店的 但是有一位叫小谢的外地同事 由于她的室友还没到 就邀请莫姐陪她 本身也比较熟了 莫姐就答应了 当天晚上板奖结束 同事们就一起 试了点喝了点 回酒店已经11点多了 那一问小谢住几楼 结果呢 这个小谢说 行李都在前台 房号是8866 估计是八楼 两个人就一起去前台 拿行李一问 才知道原来8866在一楼 好了 嘻嘻哈哈的托儿行李呢 去找房间 结果8866它居然是尾房 旁边呢 是用铁链锁制的消防门 本来这个莫姐啊 对尾房是比较敏感的 但当时呢 这个小谢就很着急上厕所 而莫姐呢 也没说什么 进房方面完 两个人锁好门 挂上安全锁 轮流洗漱完之后呢 就躺下了 聊着聊着呢 这个小谢啊 睡着了 那为了不影响小谢休息 莫姐就起来 把所有的灯都给灌了 玩手机到两点左右 而莫姐呢 也困了 就准备上个厕所 睡觉 突然 厕所的灯 它自己亮了 当时莫姐一愣 就停止了起身的动作 往右边床看了一眼 这个小谢呢 就睡得好好的 在床上 那谁开的灯呢 小小的房间 他们两个女的进去 不到五分钟就转了个遍 完全没有藏人的地方 那么疑惑当中 这个莫姐 就慢慢地转过头 看向左边的卫生间 她这个卫生间和卧室啊 是用那种磨砂玻璃割出来的 隐约中 莫姐就看到一个人影 坐在马桶上 这一下呢 把这个莫姐给吓到了 也不敢动了 脚啊 都慢慢地缩进了被子里 但由于害怕 莫姐呢 是一直盯着 左边浴室的影子的 这大概过了有几分钟 那个人影啊 她站了起来 紧接着一阵冲水声 人影是慢慢地 朝回人间门口走过去 吓得当时这个莫姐啊 心都要跳出来了 随后 她 人影间的灯关了 没动静 但莫姐呢 她还是不敢动 右手紧握手机 就心想 如果坏人敢过来 就直接砸过去 但是等了几分钟 完全没动静 没有任何反应 那也不敢上厕所 也不敢睡 她整个人呢 就很紧张 就这么挺了 有二十来分钟 人都马了 你想啊 又困又憋得慌 她主要是还不敢睡 眼皮的打架 那突然 啪啪两声 为人间的灯又亮了 排风扇也开了 那个人影呢 从为人间的门口 走回到马桶的位置 就站那儿 一动不动的 这个莫姐是瞬间 没了困意啊 眼睛都不敢眨 盯着那个人影 看起来呢 像是个男人 好 那这个时候 睡在右边床上的小蟹 坐了起来 还喃喃自娱 而 这啤酒喝多了 得就是尿多 然后就静止地 走向卫生间 这个莫姐当时呢 想出声制止的 猛地往左看了一眼 哎 这个时候呢 为人间的人影不见了 莫姐呢 就没有说话 而小蟹呢 也进去啊 就尿尿 然后冲水 那出为人间的时候呢 这个小蟹还自言自语 莫姐是不是觉得闷呢 所以看着排风扇 那留着吧 然后她啪的一声 关了灯 留着排风扇 上床一秒不到 又睡着了 此时的莫姐啊 就沾着身体 浑身炸毛 脑子异常地清醒 死 这个影子怎么就没了 但难不成她不是人 这个问题还没有想明白 令人间的灯呢 啪的一声 又亮了 再看过去啊 差点把莫姐给吓尿 那个人影呢 这回就贴在玻璃上 离莫姐啊 很近 而且这个莫姐 可以明显地感觉到 有一道目光 在注视自己 脑子瞬间空白了一片 这个左边的小腿呢 也抽筋了 当时是 下意识地闭上眼睛 开始默念 六字真言 然后一直念到睡着 当起点钟的闹钟呢 把莫姐给吵醒了 此时呢 这个小蟹已经洗漱完毕了 见莫姐请了 她就说了 姐 你也是一盒啤酒 就上厕所嘛 那好像你昨天上了五六回啊 这莫姐呢 尴尬了笑了笑 回忧昨晚 她自己念经文的时候 未愿间的灯 和这个排风扇 的确是开开关关了好几回 莫姐都没有经被人间洗漱 莫姐呢 也不敢告诉她 因为她室友啊 当天就到了 他们还要再住一晚上 说实话 这个莫姐呢 属尸啊 有点坑爹了啊 都这样啊 你还不说 好 那回到故事里 当年中午 吃完饭之后呢 到室内的公园啊 半日游 莫姐呢 就没有陪他们啊 回家补教了 之后呢 和这个小蟹 也没有再联系过 直到第三季度的延学 莫姐和小蟹呢 在北海又碰面 这个小蟹一见莫姐 就紧张兮兮的 姐 趁着这个小伙伴都没到 咱赶紧开房 选一个不要再一流 也不要是最后一间的 怎么回事呢 原来当天啊 第二天晚上 小蟹和室友呢 也看到了莫姐 看到了人影 微软间的灯 台风扇 还有冲水声 就吓了这个小蟹 跟她的那个姐妹 两点多 穿着睡衣冲出房门 狂奔到前台 要求换房 这个前男小姐呢 也是刚咪了一会儿 给他们下来一跳 听说要换房就说了 那你们公司120号人 住在8866 当时这个前台 愣来一秒就说了 你们等一下 然后呢 就打了个电话 具体讲什么 小蟹他们听不懂 因为这个前台 讲的是桂林话 好 挂了电话之后 这个前台就说了 帮你们换到 七楼的8718 只有一张大床 可以吗 可以的话 我将门卫大哥 和我一起 帮你们搬行李 这个小蟹他们肯定同意呀 我跟前台门卫一起 四个人 走到了8866门口 到的时候 门是关着的 小蟹跟同事啊 就对望望也 默默地牵起了手 因为刚才他们 着急跑出去 完全没有关门 而前台的行为啊 更让他们毛骨松了 到了门口 前台在这个门上 哒哒哒 敲了三下 打扰了 我们进来了 然后停了几秒之后 才开门进去 总之啊 当时这个恐惧 让这个小蟹 跟他的朋友 都忘了是如何收入行李的 那送他们到8718之后呢 这个小蟹 还没关警门 就听见那个门卫 跟前台讲 哪个傻逼 开这间房给客人 声音很小 但他寂静的走廊里啊 那是特别的清晰 小蟹两个人呢 就把所有的灯 全都打开 抱在床上 完全没敢睡 熬到早上七点钟 走廊有其他同事的声音 才敢出门 第二天把这个事 告诉其他人 大家都以为他们开玩笑 嘻嘻哈哈的 一哄而散 各自回家了 而小蟹呢 也不敢告诉墨姐 回家之后啊 告诉了老公 他老公就讲说 宁可信其有 那不可信其无 带着这个小蟹 去当地所有的庙宇 走来一圈 那讲完之后 这个小蟹呢 倒是一问墨姐 姐 你信吗 墨姐听完之后 就拉着这个小蟹的手 小蟹啊 那晚我一次也没起来 你没发现第二天 我都没进卫生间吗 小蟹听完 直接左岸问候了一声 我靠姐 你不早说 所以说兄弟们 住酒店 还是得注意一点 尽量不要住卫房 不过很奇怪 说真的 我住酒店啊 80%会给我开卫房 大人每次呢 我也把这个窗户跟门打开 通会封 点根草 让它自燃 等烧完之后 我才灌门